十年前,大伯加强了牛仔的房子,把他逼出家门,十年后,拆迁之时逼牛仔迁转让协议。 可他不知道牛仔不但是这房子的业主,还是这楼盘的开发商,牛仔转头拨通了属下的电话。 这块区域不拆了,围起来。 老家的房子是90平的破旧房子,根据当地行情,大约能获得300多万的赔偿。 为此,大伯拼命地给牛仔打电话。 牛仔,我的好侄子,你快回来吧,拆迁办的说了,需要你回来签字才行。 虽然牛仔厌恶大伯一家人,但大局为重,还是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这套房是牛仔爸爸单位分的,十几岁时爸妈出车祸去世了,赔偿款也是大伯拿的。 他们一家就打着照顾牛仔的名义住了进来,从此再没离开过。 之后,牛仔没睡过床,晚上只能在地上搭个地铺,吃饭用钱也要看大婶的脸色。 尽管那些钱是爸妈留给牛仔的。 高考时,牛仔考上了一本大学,大婶聚焦学费,他说家里也没钱了, 弟弟还要读书。 附近有工厂招数驾工,待遇不错,你去试试。 我不去,我爸妈留下的钱够我的学费了。 这么多年工你吃工你喝,不花钱的吗? 这个家你爱住住,不住就滚。 于是,年轻气盛的牛仔离开了那个家,在工厂当学徒, 在工地搬砖,吃了不少苦。 其间,大伯偶尔会打电话给牛仔,总是诉苦,诉说家里的不义,让他不要怪大神。 可是三年后,堂弟用了牛仔父母的钱出国留学了, 牛仔的女朋友也移情别恋和堂弟在一起了。 从此,牛仔再也没回去过。 时间久了,若非大伯的提醒,牛仔几乎快忘了家里的那套房。 回到家后,大伯热情地说, 牛仔,你终于回来了,就等你了。 牛仔没说话,打量起这个家,破旧的房子堆满杂物。 堂弟张思聪颓废地玩着游戏头也不抬, 牛仔那前女友萌萌牵着一个三岁多的儿子, 从那一身地摊货也能看出他过得并不好。 牛仔听别人说起过张思聪, 去国外读的是索野鸡大学, 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天天在网上炒股,把大伯的钱都摆光了。 萌萌为了补贴家用, 做完月子就去了外面打工, 时常被婆婆和老公恶语相向, 甚至被打过两次, 此时的牛仔对这一家多多少少有些同情。 大伯拿出合同, 牛仔,快签字吧, 这一周是最后期限了。 牛仔接过合同一看,脸色一变, 那根本不是什么拆迁合同, 而是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 上面明确写着将这套房子转给大伯, 协议签订后执行。 大伯,这房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了? 是这样的, 这拆迁的除了一笔总费用, 还要按人头给补助, 你一个人能补多少, 转给我最划算。 旁边的大婶说的, 这有啥呀, 到时候我们把钱给你。 是给我的转让费三万吗? 是啊, 白给的三万多好啊, 够你在工地搬一年的砖了。 拆迁家补助三百多万, 分给我三万, 你们这算盘大的可以啊。 牛仔, 这房子又破又旧, 这些年维修也花了不少钱, 太阳能啊, 垫线啊, 管道啊, 都是重新弄的, 你可啥也没管。 是啊, 更何况你爸妈走的时候可交代了, 让我们帮过来照顾你, 所以这房子也是我们的。 这合同我不能签。 一直在打游戏的张思聪砰的一声站起来, 这合同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别我不说话, 你就把我当傻子。 你说话的时候我也把你当傻子。 牛仔, 你真是签走。 张思聪想冲过来, 打牛仔的时候被大伯拦住了。 思聪, 你别闹, 回你屋里去。 大伯使了识脸色, 张思聪气呼呼地进了礼物。 牛仔, 你听我说, 你爸留的这房子, 虽说名头上是你的, 可水电燃气费, 垃圾费都是我们交的, 人家拆先办也是找我们谈的呀。 那有怎样? 如果你不签转让协议, 那我们也不搬了大家一分钱, 别想要。 牛仔觉得可笑, 这家人还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亏牛仔来的时候还想着如果他们态度好, 也懒得计较当年的事, 牛仔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城南路28号强制驱赶。 一旁的大伯惊讶的, 牛仔, 你在拆迁办工作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地方的开发商是我? 大伯听后愣了一回, 嘲笑的。 牛仔, 你真是自不量力呀。 牛仔冷笑一声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就签了拆迁协议, 然后让拆迁办的人回了他家。 大伯家人看到外面的阵仗, 认凭外面再怎么敲, 也窝在屋里一声不吭。 邻居们听见了, 都凑过来看热闹。 现在文明社会, 你们怎么应来呀? 这也没有到最后期限呀。 牵绊的人见敲门没人回应, 拿出强制驱逐的文件贴了上去, 并且守在了门口, 和前来看热闹的邻居说明了情况。 这下业主已经签了拆新协议, 可是一直赖着住的亲戚却不早。 这是邻居们才知道, 这套房子根本不是大伯一家的房产, 他们属于纠战雀巢, 打架起哄起来, 都说大伯一家不应该, 门外闹得热闹非凡。 里面一家人一声不吭, 不回应, 更不开门, 住手挖为给牛仔打电话。 哥, 他们不开门, 这该怎么办好? 他们总不能躲一辈子, 轮流守着就行, 总有熬不住的时候, 这么一家子总要喝拉撒吧。 一天还算平静, 打伯一家有吃有喝, 骂骂咧咧, 骂的内容不外乎牛仔这个白眼狼, 连带着父母管教不言一类的话。 这种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房门破就且不隔音, 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 他们有些坐不住了, 开始轮流找借口出门, 一个说要上班, 一个说要买菜。 可以可以, 全都出去都行, 只是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本来这房子也不是你们的。 这一听, 他们连忙关键了房门, 一家人开始小声地预谋着什么, 这天这一大家子又行动了, 大神打开房门窟, 说家里没吃没喝的, 说牛仔要把他们一家逼死。 张思聪也站在门口叫嚣谩骂, 门口守门的阿伟一脸惊讶。 没吃没喝的, 饿死可不行啊, 这是我们牛仔大哥给你们准备的东西。 说完, 一袋子食材甩了进去, 砰的一声砸到了地上, 张思聪一看都要气炸了, 冲出去。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阿伟是练过的, 一秒就制住了他。 你们是非法居住。 我们是文明居住, 你在动手, 我可要正当防卫了。 张思聪咆哮向一头发狂而无作为的野猪, 邻居听到声音赶来了, 纷纷劝解。 放他们出去吧。 是啊, 一家子老小的虽然做事不地道, 还是别关着了。 我没有不准他们出来啊, 他们自己不愿意出的。 大神尖叫了道, 出来了就不准回来, 谁敢走啊。 邻居无语了。 大神,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房子又不是你们的, 你爸站着还有理了。 大伯一家建无人帮枪, 气呼呼的又哭的一声关进了门。 两天后, 他们确实熬不下去了, 打包行李搬家了, 不过要搬的地方竟然是一楼院子的杂物间。 这老是居民楼修建于七十年代, 家里面积小, 所以大家都在院子里搭了杂物间。 牛仔家这间是大伯一家搬来后修的, 这么多年也已经四处漏风, 破败不堪了。 根据拆迁政策, 自建房不纳入房屋面积, 但每家另外有二十万的补偿。 所以这次建房, 他们到底有没有份? 你说有吧, 是一副业主的, 你说没有吧? 这房子是他们修的, 还有一份房产, 说明他们竟然绞尽脑汁打起这个主意。 不过死赖着没用, 他们必须滚, 实在不行就给他们二十万打发了事, 反正这点钱不算什么。 可谁知道贪婪的大伯一家心比天还大。 阿伟和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嬉皮笑脸的说不斑了, 怎么准备摇二开呢? 这附近学区好, 搬啥搬? 这房子是我家搭的, 我们就要住到老, 你们管得了吗? 阿伟回来的时候气得牙痒痒。 哥, 你是没看见他们那个猖狂样子, 特别是你那个大婶, 还端着水盆兔我们。 只是区县救援想多要钱罢了, 其实心里急得要命, 巴不得我们再去谈判。 那现在怎么办? 鞋了几天, 我们不去, 他们反而急。 阿伟出气后, 牛仔的思想回到十年前。 当时大婶不肯拿钱交学费, 我一气之下离开了, 在工地工厂之间辗转游走,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也差。 19岁的, 我生了一场大病没钱不敢去医院, 当时正是大年30, 工棚里的师傅都回家过年了, 只剩我自己。 我高烧40度, 几天不退, 躺在工棚里浑浑噩噩好几天。 打电话给大伯, 大婶就抢过电话阴阳怪气地吵捧我, 以前我对他们有怨恨, 但仍存一丝希望, 又天天给我熬药, 就是阿伟的妈妈。 我前几年找到她, 想给她前务作为仇信, 她拒绝了, 说她肯定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都是应该做的。 后来我就把阿伟带在了身边, 当成了亲弟弟对待, 我这个人有恩报恩, 有仇也有报仇, 大伯这一家人不该拿的, 一分也别想拿到。 之后的几天, 拆迁办的人没再去过, 那院子也到了最后期限了, 居民已经全部搬走了, 天区已经断水断电断燃气了, 只剩下大伯一家, 挖掘机也已经入场了, 每天轰鸣声不断, 灰尘漫电, 但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他们还在苦熬坚持。 阿伟去看了几次, 回来报告。 一家人还挺顽强, 他们晚上点蜡烛, 水从百米外的水管, 一桶一桶接回来的, 还买了煤球烧火煮饭。 对了, 他们好像急了, 来办公室找了我两次。 鱼快上钩了, 好戏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下集更精彩。 上集说到十年前, 大伯一家抢占牛仔的房子, 十年后牛仔强大归来决定反击。 哥, 你大婶在拆迁办公室闹事, 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闹。 于是牛仔开车去拆迁办, 一进门就看见大婶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喊地。 这个牛仔真是没良心啊, 当初要不是我们两口子收养他, 他早就饿死了, 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却拆迁办却逼我们去死, 这房子可是他爸爸口头协议送给我们的呀。 办公室的人自然是清楚这些事的, 大家冷眼旁观着, 没一个人去服, 也没一个人搭话。 牛仔去的时候, 阿伯快步跑过来。 哥, 你看怎么办, 又来闹了。 牛仔看向地上疯癫的大神。 你想干嘛呢? 牛仔, 你是什么意思? 你把院墙也推了, 周围房子也砸了, 你是想把我们砸死啊? 牛仔看向阿伯。 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了要注意安全吗? 阿伯一脸无辜地说, 挺安全的, 我们推的时候都注意了方向的, 还拉了警示线。 牛仔回头看向大神。 你放心吧, 砸不到你们的。 大神弹跳起来, 像一只炸了毛的鸡。 牛仔, 你装傻是不是? 你到底来不来谈赔偿? 阿伯不是来谈过吗? 按照拆迁政策, 二十万你们拿去就是了, 还要怎么谈? 牛仔, 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没有五百万, 你们休想我们走, 要拆房子, 除非休在我们的尸体上。 既然这样, 阿伯你去通知所有业主来拆迁办开会。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城南片区一共二百户, 他们已经签了合同搬走了, 现在手头只拿到了一小部分拆迁款。 这一通知大家以为是来领钱的, 兴冲冲的就来了, 谁知道会计出纳都不在, 院子里还坐着披头散发的大神, 打架猛圈了, 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有几个心急的已经嚷了起来。 拆迁款还要多久可以拿到啊? 是啊, 新房子我们都看好了, 就等着钱到位了, 不是说了开工了就付款吗? 挖掘机都入场了呀。 阿伯张口维持纪律, 大家安静了下来, 城南区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 我们比你们更着急, 更想早日上轨道, 可是现在遇到困难。 什么困难? 不会没钱了吧? 上头不是给你们劈了吗? 大家七嘴八舌说完后, 阿伯缓声道, 拆迁款和政策都没有任何问题。 阿伯看向支棱着脖子的大神。 但这户人家死来在自建房里不走, 杨言说, 挖掘机只能从他们的身体上踏过去, 我们也不能闹出人命, 只有暂停了。 这是谁家呀? 哦, 我认识就是冒充业主死赖着不走的那家人, 脸皮真够厚的。 大神的脸胀得通红, 他站起来就吗? 你们知道个屁, 别听他们胡说, 那房子是我男人的, 二弟生前说好送给我们的。 送给你们, 房产证都在人家儿子手里, 拆迁协议人家也签好了。 那自建房也是我们的呀, 反正我不管, 不满足条件我就不搬。 他开口就要五百万, 自建房就是一家补差二十万, 这是统一规定的呀。 大家一听, 一个自建房还跑来当钉子户, 真的是不要老脸。 快滚吧, 真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大神脸色由红转轻, 嘴唇拧成了坚硬的弧线, 他气愤的一声不吭, 转身离开了拆迁办。 阿伟摊了摊手, 看向大家。 看吧, 这家人一直闹, 我们也没办法吧, 项目只有暂停了, 什么时候解决了, 我们就什么时候付尾款。 大家情绪激动, 都嚷嚷起来。 都散了吧, 散了吧, 你们也别急, 我们尽量想办法解决, 反正也是时间问题。 阿伟说完后, 就回了办公室, 关上门也不做任何回应了, 而外面这些业主站在那里气愤地讨论了很久, 才陆续散去。 哥, 这办法有用吗? 你等着看吧, 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又叫从众效应, 个体会受到群体的影响, 从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如果大部分人都不签拆签协议, 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 会统一战线一起谈判。 但是, 当大家都签了, 只剩这一户刺头闹事, 大家就会把他们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更何况这户刺头连业主都算不上。 所以, 与其和大伯一家拉扯, 不如把事情说清楚, 把矛盾扩大化, 集中化, 让舆论与群众来制裁他们。 此后的几天, 事情如牛仔所料, 大家的怒气被拉到了满阁, 开始有人往那棚子里扔老鼠, 乱蛤蟆, 他们一出门, 就有人指着他们的鼻子怒骂。 现在的情况就跟过街老鼠一样, 张思聪和他妈一样, 是个一点就着得抱脾气, 短短两天, 他打了几次家了, 局里都近了两次, 大家的目标很明确, 为了收到尾款, 就是要赶这家人走。 在这个过程中, 牛仔一直默默地看着热闹, 这种沉默旁观的态度, 很快被大家视为了缺乏魄力的表现。 别人电视里的拆迁办各种狠毒的手段都用上, 逼得钉子护哭爹喊娘, 你们也太温和了。 阿伟解释说, 我们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啊, 我们也很无奈啊。 没出息, 就你们这么磨叽什么时候能开工? 我们牛仔老板都被上面骂了好多次了, 项目拖沓, 总公司也不给钱。 我看你们这样就成不了事, 还得我们来? 你们可别惹事啊。 那你们管不着? 阿伟进了办公室, 就笑这着说。 哥, 大家好团结, 这家人马上就能滚了。 未必, 我那大伯心眼多得很, 怕是还能使出别的招来。 三天后, 牛仔的猜测成真了。 总公司传来的消息, 有人写了匿名检举信, 举报牛仔这个拆迁负责人, 指使他人作恶, 还扬言要报警, 举报人不是大伯一家还能是谁。 牛仔是真的震惊了。 要报案就去报吧, 举报什么? 更何况, 我怎么成了拆迁负责人了? 我真的是开发商啊? 我说了两次, 他们怎么就不信呢? 七年前, 也是我在工地大病出狱之时, 工地上来了一个陌生的老头, 他七十出头的样子, 衣着光鲜, 头发发亮, 看到我的第一眼就问。 你是牛仔? 他说, 他是我外公, 我的确有个失踪多年的外公, 当时八几年出国潮的时候, 他去了国外, 刚开始还时常联系寄贤回来, 后来消息越来越少, 直到渺无音讯, 一家人想尽办法也找不到人, 只当他死在外面了。 如今, 死去多年的外公, 竟然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 很不可思议, 但我很快就相信了他, 因为有当年的照片, 也因为我们相似的眉眼。 我是在一次国外的冲突暴乱中, 被撞伤了头部, 昏迷了很久才清醒, 醒来的时候丧失了记忆, 完全不记得国内的一切了, 近几年才慢慢开始恢复。 现在放下一切来国内寻亲, 才发现你外婆和你妈妈都已经过世了, 我的亲人只剩下你了, 牛仔, 跟我回去吧, 你才二十来岁还得读书。 外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于是我跟外公出了国, 出去之后, 我才发现他早已身价不菲, 这几十年里,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在当地的华人圈里也是赫赫有名, 但因为各种原因, 他多年来没有再娶妻生子, 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我倾从外公的安排继续读书, 毕业后去了自家企业, 从底层做起, 前几年回了国, 主要负责西南地区的房地产开发, 城南区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点项目之一, 本来我不想过问往事, 但挨不过大伯一遍又一遍的变化催促, 我才回来, 我原本想看着血缘关系上对他们保持善念, 谁知他们作妖致辞, 牛仔正回忆这往事, 手机响了, 是外公打来的, 外公举报的是, 我很抱歉, 你大伯家的事我原本不想过问, 但他们真的是给脸不要, 竟然诋毁我的亲孙子, 我会尽快解决的, 外公叮嘱了牛仔几句, 才挂掉了电话, 当天下午, 总部就发了一份文件, 上面写明了牛仔是西南地区负责人的事, 这份文件就贴在拆迁部门口, 半夜的时候, 大伯悄悄跑来看了, 第二天晚上, 有个人悄悄来敲牛仔的房门来, 这人是张思聪的老婆, 也是牛仔的前女友萌萌, 他很明显地打扮了一份, 化着淡妆, 喷了香水, 牛仔, 我能进来吗? 牛仔的前女友想干什么呢? 下集更精彩, 上集说到十年前, 牛仔被女友背叛, 十年后牛仔变强归来, 女友想破镜重圆, 牛仔, 我能进来吗? 萌萌怯生生地看着牛仔, 眼神如受伤般的小路, 牛仔看了心里某个地方触动了, 因为当年牛仔和他在一起, 也是因为这样的眼神, 牛仔还是让他进来了, 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终于成功了, 你居然住上总统套房了, 萌萌和牛仔是初中同学, 他家是外来户, 他家境贫寒, 家里有个不懂事的弟弟, 父母又重男轻女, 十几岁的他承包家里所有的家务, 有一次他被他爸妈打了一巴掌, 蹲在墙角哭, 牛仔实在看不下去过去安慰他, 从那以后, 他们就成了朋友, 后来萌萌高一就辍了学, 不久牛仔爸妈也去世了, 这些苦难时光, 他们都彼此安慰, 这也让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高三毕业后, 牛仔被迫离开大博一家, 当时萌萌抱着牛仔哭, 你等我, 等我稳定了, 我就回来娶你, 谁知道牛仔走后的一年, 就传来了他和堂弟张思聪在一起的事, 还准备打工贴补张思聪留学, 从此牛仔就把这个女人从脑海中抹去了, 偶尔还是会有刺痛的感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很大了, 萌萌看着牛仔小心翼翼的说, 是爸妈让我来的, 拜托了, 我们能谈谈吗? 说吧, 萌萌眼睛湿湿的说,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那是我爸妈逼我, 他们说张思聪马上要出国留学了以后会有出息, 逼我跟他在一起, 张思聪哄骗我, 还强迫了我, 牛仔, 你能原谅我吗? 牛仔面无表情的说, 你今天来就为了说这个, 不是谈拆迁的事吗? 萌萌点点头, 牛仔, 他们让我来谈拆迁的事, 可是我只想谈我们的事。 我们有啥事? 那些已经是陈年旧事了, 你都当妈的人了, 就别搅情了。 萌萌快要哭出来了, 牛仔, 你真的这么小吗?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特别是那天见到你, 我又激动又紧张。 萌萌虽然打扮过, 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 泪水也冲掉了脸上的粉底, 露出了不带光洁的皮肤, 岁月早把她磨成了一个沧桑憔悴的妇人, 牛仔怜悯地看她一眼, 萌萌, 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 你回去吧。 牛仔,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牛仔有点不耐烦了, 你老温这种问题干嘛? 原谅了就有可能再去前缘吗? 不原谅就表示, 我还心中欲结, 对你还挂念吗? 事实上, 牛仔根本就不在意这个女人了, 就是年少时期的一段可笑往事罢了, 萌萌紧盯着牛仔。 你的沉默告诉我答案了, 是你逼我的。 话一未落, 他就扯下了裙子哭了起来, 死拽着牛仔, 又哭又喊。 牛仔, 你不要这样, 求求你放开我求你了。 牛仔推开她后, 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 大伯一家齐刷刷地冲进来, 张思聪手里拿着手机拍照, 对着萌萌就是两耳光扇过去。 好你个牛仔, 这让搞老子婆娘。 大神尖叫起来, 抢了我们的房, 还要抢我家儿媳, 牛仔, 你还是个人吗? 萌萌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老公, 他约我过来说是谈拆迁的事, 结果一进来, 舅舅对我动手动脚。 牛仔嫌弃地看着这群人, 真不明白他们的脑子是被门家了, 还是被是胡了, 居然想出这种馊主义。 一片混乱中, 阿伟听见响动, 急匆匆跑了过来。 这,这是什么情况? 哥,你一个青年才俊, 钻石王老五在即不择时, 也不能找这位大姐啊, 这大姐一看就跟我你差的辈分啊。 萌萌呆愣了着, 张思聪冲过来就要揍牛仔, 在距离牛仔一米的地方, 被阿伟一脚踢飞出去, 大伯颤抖着举起了手机。 刚刚我都录了下来, 走, 去局里。 牛仔笑了笑, 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局里, 大伯一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诉说 牛仔夺人之妻, 又是视频, 又是展示萌萌驳梗梗的淤青红痕。 牛仔不慌不忙的, 等他们说完, 示意阿伟把东西交上去, 优寒插入电脑后, 出现了萌萌进屋的画面, 从他哭诉哀求到撕扯自己衣服扑过来, 完整得很。 看到这个视频, 叔叔都无语了。 这明明是女的先扑上去的呀, 男的甩半天才甩掉。 原来是些人跳啊, 不好意思啊, 哥,我误会你了, 我就说你看不上吧。 牛仔对叔叔说,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酒店谈生意, 所以会在客厅设置监控, 这一点酒店是清楚的。 叔叔问牛仔是否打算立案, 他们一家傻眼了, 大伯马上说, 不能立案, 不能立案, 既然是误会就算了。 张思聪转身给萌萌一巴掌, 是你这瓜婆娘凑上去的, 看回去我怎么收拾你。 二审要求叔叔家丑就不外扬了, 那要看人家当事人的意思啊。 牛仔面无表情地说, 等我的律师过来再说, 我会保留追溯他们的权利。 阿伯对牛仔好生佩服, 哥, 你怎么预感到他们会来这一手的? 贪婪惯了的人就像走在了钢丝绳上, 是不可能退回去的。 等律师来了,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滚了? 也许吧。 第二天, 律师马上拿了相关文件去了大伯家的自建房, 但大伯一家坚持没表态, 既不说那天的事, 也不说搬走的事。 牛仔听后, 一股子无名火上来了。 这家人我忍太久了, 也不能再忍下去了, 是时候来个了结了, 传下去, 马上开工。 工人很快全来了, 开着挖掘机就要往那间自建房上面撞, 大伯冲了出来。 压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 张思聪大声咒骂起来, 二婶也坐在一旁哭天喊地, 大人哭好小孩闹, 场面混乱的不可开交。 挖掘机被迫停住, 阿伯紧张地问, 哥, 这可怎么办? 张思聪挥了挥手, 示意第二批工人上场, 牛仔一脸淡然地说, 把他们围起来, 不拆了, 二十万我都懒得给了, 外公那天的话点醒了我, 面对这种死皮赖脸的人, 绝不能妥协, 也不能把自己掀进去。 我们最多是改的时候麻烦了一点, 但是他们挺着结果只会更惨。 是啊, 他们这种有自建房又算不上业主的人闹去打官司是比糊涂账, 除了协商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既然谭不拢, 这十平米的地方我就不拆了。 这些天我多次约了设计师, 重新修改了设计图, 这片区域原本是商场餐馆后方的停车场, 现在把它调换了一下, 设计成了垃圾哨水放置厂, 他家用砖块器的墙围起来, 垃圾桶, 水桶就放在墙边, 当然出于人之一尽的考虑, 打个小寒洞让他们出行也是可以的。 既然是垃圾, 以后就以垃圾为伍吧。 工人很快行动起来, 又是水泥又是垃圾线, 很快就砌起了围墙。 这围墙差不多一米高, 巴掌大一块地方, 很快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越看越像坟墓。 大神脸色大变。 大伯也扑腾起来要去堵墙, 阿伟警告他们, 你们自己的房子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要是胆敢破坏公司财物, 就等着吃官司吧。 不过之前那些人跳的案子还没审呢。 那一家人站在那十平米的房子门口, 脸色一个算一个的挥败, 城南区的事也算尘埃落定了, 开工后很快按照约定给业主们结清了尾款, 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 就跟过年了一样。 作为业主, 牛仔也领到了三百万的赔偿款, 他转手就以阿伟的名义买了套房。 你就说你买的, 接阿姨过来一起住。 阿伟激动地说, 哥,这哪行啊? 哥,我妈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我给自家弟弟买套房怎么了? 安心住着,没有你的妈妈, 我哪能活到现在? 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 帮过我的人我会记一辈子。 反之也是如此, 比如大伯一家, 现在工地上每天都有人去参观大伯的房子呢。 这巴掌大的地方可法住人, 还天天钻狗洞出来, 真是笑死人了。 这家人活该。 城南区的视频与照片也上了热搜, 舆论吵得沸沸扬扬, 连带着股票都涨停了。 处理完这边的时候, 我也要离开了。 临走之时, 牛仔专门去了一趟大伯家, 他正费劲穿过寒洞往家走, 看模样像是老了十多岁。 听说他们一家过得挺惨的, 张思聪赌博成眼, 一家人就靠着他的退休工资 和萌萌在超市打工的前生活。 大伯看见牛仔后迫切地问, 牛仔, 你还是不忍心, 是不是? 我们终究是亲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现在发达了, 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呢, 那二十万还能给吗? 多得我们不要了。 牛仔看着他满脸皱纹的脸, 不能了。 他一脸失望地看着牛仔, 而牛仔的内心已经毫无波动了。 剧中, 剧中, 剧中,